我和姐姐是双胞胎 却是善恶两个极端 她天生菩萨心肠 待人和善 却被诊断为弱智 我作恶无数 被检测出暴力基因 因为恶意伤人 锒铛入狱 直到我得知 姐姐一直被同学霸凌 他们在暗网直播 让观众决定折磨她的方式 霸凌者拒不悔改 还扬言 下次直播给姐姐做变性手术 霸凌直播 我笑了 他们不知道我要出来了 我在里面最擅长的也是霸凌 转文开始了 轻轻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轻轻不迷路 我出狱时 同观的狱友们全都松了一口气 监狱门口狂风大作 大雪纷飞 不是个好天气 站在门外的也不是约好的姐姐 而是满头白发的妈妈 在见识原本乐观松弛的她 好像一夜之间老了几十岁 眼睛肿得像核桃 一言不发 她没有带我回家 而是静止去了医院 直到隔着一层玻璃 我看见了浑身插满管子 躺在病床上的姐姐 我的手猛地垂向玻璃 粗重的呼吸 骤然给玻璃面上染了一层霜 这是怎么回事 妈妈颤巍巍地举起手机 尖叫嘈杂声中 手机屏幕上出现了 姐姐肿得像水球的脸 我这才知道 原来一直强装乐观的姐姐 一直遭受同学的校园霸凌 这群人不仅霸凌姐姐 还拍下视频 在暗网上直播牟利 名叫第九号房的直播间内 女孩笑着用马克笔 在姐姐脸上画了个王八 头身的特别长 旁边是不堪入目的器官 姐姐整张脸红肿 原本清澈如小鹿的眼睛 只剩一条缝 比肩划过之处 水肿的皮肤明显向下凹陷 留下一道道屈辱和剧痛 画面摇摇晃晃 姐姐跪在地上 为着衣缕 脖子上还套着 象征屈辱的狗绳 动叹不得 视频里的三女 一男一个笑得比一个大声 为首的棕发女 揪起姐姐的头发 胡乱地剃光后 强迫姐姐面对镜头 小乖乖 来给带哥们比个爷 虚弱的雅音 从姐姐的喉咙缝里挤出来 你说 这里有流浪小猫需要帮助 你骗我 棕发女听完抬头 和那些人交换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眼神 仿佛在说 看着沙比亚 怕无嘴扑吃一声 单手握拳 歪着头 做足了娇羞的模样 你看我像不像小猫咪 喵 随后又是一阵狂笑 身后的男人早就不耐烦 出言催促 跟这个傻子废话什么 开干 可怜的姐姐 被几个人倒栽葱的 按在地上 屈辱的用腿比了个耶 那些霸凌者们笑得越猖狂 弹幕上的礼物刷得越多 棕发女玩够了 整理了下发型 凑到镜头前舔了舔嘴唇 大哥们还想看什么节目 什么都能做 弹幕一个个飞过 你们看过黄扇表演吗 来重温经典 加10086 这礼物我刷了 大家跟上 棕发女一脸遗憾的表情 咱们这零食也找不到道具呀 下次直播吧 弹幕又有人提议 换成高尔夫球怎么样 三个 我都看到墙角有高尔夫球套装了 棕发女回头看去 拍着手大叫 太妙了 姐姐哑着嗓子 不停求饶 可换来的只有众人的疯狂 她们按住不停挣扎的姐姐 就像按住案板上弹跳的鱼 南逃鼓掌之间 疯狂的嚎叫 穿透手机 剩下的画面 妈妈已经不忍再看了 而我却直视镜头 只为记住每一个人的脸 一个胖女孩从冰箱里 逃出一个旺旺碎碎碎冰 肥瘦的嘴角扬起一抹笑 让姐来给你震一下痛 省得你天天发骚 下一秒 剧痛让姐姐的头 僵直的向后仰去 浑身抽搐 白眼一番昏死过去 画面里掉出来一颗 沾满血的高尔夫球 踪发女弯腰捡起来 大力的捏起姐姐肿肿胀的脸 你不是善良吗 不是漂亮吗 连颂月都喜欢你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是装的 看你那享受的样 你不是挺喜欢的吗 她想将带血的球 强行塞进姐姐嘴里 可昏死之际的姐姐 牙关紧绷 她便让那些人 上下扯起姐姐的嘴皮 像磕鸡蛋一样 将高尔夫球 猛然磕在姐姐牙齿上 血合着牙齿 差点呛的姐姐窒息 喉咙里喷出血沫 踪发女惊呼一声 好脏 又一把掌伸在姐姐脸上 随后一众人又笑了起来 就好像这是一件 十分好笑的事 双拳紧握 原本一直压制的血性 不断地冲击我的大脑 堂堂的牙没了几颗 下皮严重撕裂 被眼泪夺眶而出 妈妈哽咽着 被他们用定书机定在了一起 医生说至少要做五次修复手术 才能勉强恢复功能 不仅如此 她胃里还掏出来了很多土丁 和猫的残肢 你姐 她最喜欢猫了 妈妈再也控制不住 蹲在地上掩面哭泣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你们没报警 我冷眼看向他们 质问的话脱口而出 没想到妈妈哭得更伤心了 我们本来是要报警的 可那些人威胁我们 说他们有更劲爆的视频 要是报警 他们就让堂堂以后没法再做人 学校和霸凌者父母的操作 直接让我最后一丝理智完全消失 权衡之下 爸妈决定先去学校讨要说法 没想到学校直接装死 学校领导扬言 没有亲眼见到 视频也能做假 想要这样的视频 他们也能辟出来十个八个 然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踪发女的爸爸正是学校校懂 那个死男人 不仅不认为自己女儿错了 反倒指责爸妈 要么给你女儿检查一下 最后他还不忘与爸妈 别忘了当初可是为了关爱残障人士 才让你女儿进我们学校 你们该有点觉悟 不用太感恩戴德 连姐姐的班主任都出面 对霸凌者作证 说姐姐人前人后两幅面孔 经常霸凌别人 明明是被害者 却被扣上霸凌者的屎盆子被人唾弃 再也忍受不了的爸爸 去霸凌者公司想讨要公道 却被保安拖到没有监控的地方暴打 身上大小的伤 右腿骨折 至今还在家休养 霸凌者丝毫不受影响 而我的家庭却天翻地覆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道理 斟酌再三 妈妈还是决定给我听一段录音 是爸爸找那群霸凌者时的录音 霸凌者嚣张无比 甚至挑衅爸爸 你要是非说我们霸凌 哎 那我们还就是霸凌了 他啥时候出院啊 下次我免费给他做变性手术 哈哈哈哈 笑声刺痛了妈妈 他看向我时的眼神满是绝望 我嘴角扬起一抹微笑 霸凌 我在里面可最懂霸凌了 我叫唐田 和姐姐堂堂明明是双胞胎 却完全是善恶两个极端 小时候 我和姐姐在街上一起看到患病的小狗 姐姐哭着感叹 狗狗饱受痛苦 我思索了一下 抓住小狗的脖子一下拧断 在我眼中 结束痛苦最快的方式就是死亡 可姐姐却吓得哇哇大哭 过年回老家时 看人家杀猪 姐姐总会心疼的哭晕过去 而我年年都是暗猪的主力军 谁都没我力气大 看着白刀子劲 红刀子出 伴随温热的鲜血飞溅到我脸上 心底总会浮现 让人上瘾的满足感 直到年纪更大点的时候 爸妈总算发现 姐姐反应迟钝 带姐姐去检查 结果查出了轻微弱智 为此爸妈痛苦不已 叮嘱我以后一定要多多照顾姐姐 我一直将这个使命牢记于心 然而往往祸不单行 过年熊孩子嘲笑姐姐是傻子 故意拿鞭炮蹦我们 我按着那熊孩子 直接将一把炮点燃 全都塞进了熊孩子嘴里 熊孩子连还未萌发的牙也全被崩烂 他爸妈哭嚎着 要我家赔一百万 爸爸让我跪在观音像前 让我忏悔 愁眉不展 天天 你知道你这样做 他父母会伤心的知道呢 我努力在想 怎么避免他父母伤心了 最后得出结论 那就把他父母全都杀了 就不会伤心了 爸妈脸色大变 惊恐的看向我 他们也带我去做了检查 最后在我身体里 检测出了暴力基因 简而言之 我就是个天生的犯罪者 智商超高 却极度暴力 天生怪力 尤其擅长伪装 思维异于常人 喜欢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 后来果然如医生所言 我惹祸不断 九岁时 由于满脸利器 同班同学嘲笑我 长得像动画片里的坏蛋 我将他骗出来 用砖头将他的嘴砸熄烂 最后哭着跑警察局 说我遭到男同学欺负 嘴是他追我时自己不小心磕烂的 十一岁时 舅舅欠爸爸的钱好几年都不还 还在饭桌上 我成了哨馆所的常客 但每次并未蹲多久 在里面学到新计量就出来了 直到十六岁时 我终于翻了车 姐姐好心扶起一个 自己摔倒的老奶奶 结果老奶奶反而是姐姐撞倒的 老奶奶躺在医院 死活不出院 叫唤着自己 被姐姐撞瘫痪了 面对媒体 她一张老脸面目猙獰 我一个老太太 我从不说假话 老奶奶的家人也是上蹲下跳 不是你撞的 你扶什么 因此我找机会 将她老不死地绑了出来 开着电动车来回碾压她 最后她求人得人 彻底瘫痪了 这次我是因为被监控拍到了 才无法脱罪 所以我最讨厌摄像头了 因为满了判刑年龄 我被判了一年零八个月 又因为表现良好 实际只做了一年 表现良好 是因为在狱中没有人敢不服我 我活得很滋润 姐姐手机的震动 将我从回忆中抽离出来 是那些人发来的讯息 下学期一定要来哦 我们可没玩够 玩 还不知道是谁玩谁呢 满脸死气的我 缓缓回头 朝着妈妈露出一个甜甜 带着憨气的笑容 像姐姐妈妈妈吓得一哆嗦 像整个寒假 我只做一件事 就是整理霸凌者的信息 我在社交账号里 翻出了班级活动视频 视频里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梦想 如今看来却十分讽刺 综发女大方帝站在镜头前 侃侃而谈 我叫温雅 我想成为一名慈善家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吃饱穿暖 不再受苦 温雅住在江树区 我特意应聘了骗区快递员 在她家附近蹲守 温雅爸爸是学校校董 开有自己的公司 妈妈是金牌律师 由于爸妈常年不在家 于是对温雅更加纵容 导致她养成了飞扬跋扈的性子 是附近几个学校的大姐大 之前温雅还曾爆出丑闻 只因女孩和她撞衫 就联合几人在KTV里 拨打侮辱一名少女 导致少女精神崩溃 跳楼自杀 这是后来突然就从网络上彻底消失了 另外两个女孩 一个想当医生 治病救人 一个想当老师 教书育人 她俩看似是温雅的闺蜜 实则是温雅的跟班间打手 帮助温雅行凶作恶 以此在温雅手上换取好处 男人叫成山 她挥舞着拳头 一脸正气的向同学们展示拳脚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 诚挚坏人 做正义的使者 成山就是个典型的亡裤富二代 曾追求温雅 被温雅调成了撬嘴 任劳任怨 经常为了乐子传 姐姐黄瑶 屁姐姐的遗诏 校园霸凌会有因果吗 很明显 老天不一定有眼 这些霸凌者们 往往加持身后 有权有底气 善恶有报 不过就是支撑被害者 走下去的妄想罢了 如果没有我这样的人出现 或许他们这辈子 真就这么美满 轻松达到 别人辛苦一生 也达不到的高度 很遗憾 接下来他们的梦想 只会是逃离我的魔爪 背起书包那刻 我脸上的诡异的笑容 逐渐变得憨态可居 如同一头野兽 进入了城市 社会的红灯 对于我没有意义 刚开学 班里同学 心情都还不错 班主任在台上 指挥学生打扫卫生 温雅四个人 坐在后门吃瓜子 嘻嘻哈哈的氛围 和忙碌的众人十分不达 温雅一边嚼泡泡糖 一边掏出包里的香水 对着头发猛喷几下 成山手里夹着烟 当着班主任的面 推云土雾 却无人理会 胖女孩 皇帝嘴里嗑着瓜子 表情玩味 也不知道 堂堂那个傻子会不会来 他要是不来 咱们可就少了很多乐趣 温雅放下香水 翻了个白眼 他在哪个学校上学 咱们就去哪个学校门口 堵他呗 成山将烟头甩在地上 绷起一串火星 干 上次没完爽 下次我可得准备着黄扇 又粗又大的 就在这时 我推门而入 班主任双手插腰 回头见识我时 眉毛煞时宁在一起 你爸妈闹事 害得我去年的绩效全扣了 你还有脸来啊 我没理他 他却没完没了 脑子有病 就别上学 不是什么臭鱼烂虾 都能有出息的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像你这种不及格的学生 就该死 温雅眼神戏谑地看向我 拉长了音调 一点绩效算什么呀 老师 到时候让我爸给你生成主任 班主任立马另一番嘴脸 没骨头的馋媚相 是是是 那就麻烦笑懂了 我冷笑一声 哦 原来是狗腿子啊 班主任那点尊严 在学生面前摔得粉碎 瞬间爆起 你在放什么屁 他激动地往我面前走了好几步 见我丝毫不退 突然又停住了 哦 忘了 当初你那穷疯了的吧 跪在学校门口 想讹学校前 那样子才像要饭的狗呢 我将手拢在耳边 轻飘飘一句 同学们听 狗叫呢 班主任气急败坏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说着 他就冲了过来 手刚伸到我面前 就被我一把拽住 我往后一撅 咔嚓一声 骨头脱节的声音 伴随班主任猪一样的嚎叫 我轻了轻嗓子 故意叫得比他更大声 老师 你不要扯我的耳朵 好疼啊 声音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 班主任痛又 没法挣脱 我还翻身一个旋转 将他的指节来个旋转跳跃 啊 我的手指 啊 我的耳朵 隔壁的实习老师 连忙来劝驾 李老师 你怎么能扯学生耳朵呢 班主任已经痛到说不出话 额头都是茂密的汗珠 我凑近他的耳边 幸灾乐祸 老师 赶紧去看看吧 万一久了 手指接不上了怎么办 说完我就撒开了手 班主任颤抖着手指 那脱节的手指也跟着晃 他也不敢再多说 在实习老师的搀扶下 连忙往医院赶 此时此刻 台下的温雅还未看出什么异常 只觉得乐趣又回来了 他掏出抽屉里的美工刀 花出刀片后对准了我 过来 我缓缓朝他走过去 每一步都让我兴奋到心跳加快 浑身颤抖 然而在这些人看来 我简直怕急了 温雅拎过擦桌子的水桶 往屋水里吐了一口痰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效仿 不一会 黑色的水桶就浮了一层黄年的唾沫 温雅双手环臂 随意踢了一下水桶 歪着头看我 傻子 送你的见面礼 喝掉 我的眼神四处扫视着 班里的人全都是看热闹的态度 没一个人出手帮忙 温雅后面 一个黑发男生低着头 我听见其他人叫了他的名字 宋月 是那个害我姐被报复的男人 成衫掏出一根烟 满脸玩味 别急 先给点根烟 我呆呆地接过打火机 所有人看着我的样子 笑得前仰后翻 看他那傻样 真是智障 哈哈哈哈 如果此时受侮辱的人还是姐姐 她该多痛苦啊 可惜的是 我不是我姐 我捞过温雅桌子上的香水 拔掉盖子之后 尽数灌进了嘴里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我笑着点燃打火机 将嘴里的香水 尽数朝着温雅的脸上的喷去 她的棕发瞬间被点着 整个人又蹦又跳 大叫着灭火 灭火吗 我最热爱帮助同学了 我拽着她的头发 就朝着桌子上撞去 砰 砰 砰 一声比一声清脆 火灭了 她也眼冒金星了 努力抓着桌子才没倒下去 那就再助她一臂之力 我脚尖勾起水桶的提手 右手快速接过 一个倒转连筒 一起扣在了温雅的头上 这一切来得又快又狠 别说温雅的小跟单们 反应不过来了 就连温雅都错不及防 张着嘴大吸了一口凉气 枪的直打呕 温雅那张嫩脸 看样子就是要起泡 她崩溃大叫 愣着干什么呀 给我打死这个死婊子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 纷纷掏出怀里的美工刀 成山率先朝我冲过来 对我侧头躲过 下一秒 我站在她身后 黑黑一笑 太慢了 让你看看什么叫快 我反手扭过她拿刀的手 按在桌上的定书机下 蹦起来连按了好几下定书机 啊 我的手 定书钉深深的 嵌在她手掌的皮肉里 直到定书机被她的骨头卡住 看着不断流出的血 我大叫着举起手 一副惶恐的模样 你们不要欺负我呀 说完慌张往门口跑去 那群傻缺呢 以为我怕了 真追了上来 我躲在门后 等到麻子脸刚伸出头 趁机将大门狠狠关上 砰一声 门扇起来的风 伴随被撞的变形扭曲的脸 麻子脸痛苦的蹲下身捂着头 我罩着她的头就是一脚 踢得她四脚朝天 成山扒开门追过来 我转身进了厕所 温雅激动的大喊 她进女厕所了 来堵住她 她死定了 我笑了 他们以为是他们抓住了我 实则站在厕所角落 疯狂凌笑的我 才即将要上演 梦中捉鳖 厕所大门被温雅反锁 她又痛又恨 查看起了不少水泡的脸颊 碰死我了 今天我非弄死你不可 我后退着 她步步紧逼 她还以为我是那个柔弱的姐姐 伸手要来扯我的衣服 却没想到 在她的攻击范围内 也是我的攻击范围 我一个正义只锤 砸在她的脸上 她那白嫩的半边脸 瞬间变形 脸上刚起的血泡 爆出黄水之后 只剩一层透明的皮搭拉着 过年杀猪时 我可是三拳就能把猪锤晕 要不是还想继续玩它 她早就趴下了 温雅大叫着 想去试探脸上的伤口 又不敢触碰 我拿起手机 搂过她的肩膀 镜头对准了她那张破脸 来比个爷 噎你大爷 不高兴了 我胳膊骤然收紧 让她窒息的同时 伸手薅住她脸上 破掉的那层皮 猛的往下一拽 这下 连血红的肉都能看见了 啊 痛啊 我最喜欢撕死皮了 不用谢 那些人几乎被我操作惊呆了 半晌才反应过来 朝我冲过来 皇帝手里拿着一把美工刀 仿佛就撞了胆 被我轻松躲过 一个反擒拿反制服 按她比按猪容易 我顺势将她的耳朵 抵在了水龙头上 水量直接开到最大 哗啦一声 伴随着皇帝的惨叫 啊 好账 我听不见了 她不断挣扎着 像只溺水的王八 一阵骚臭飘来 低头看去 一股股黄汤 顺着皇帝的裤腿往下流 我嘖嘖嘴 看你的样子 感觉还挺享受的嘛 嘴显体直 后背框框挨了两脚 我回头看向那两个男女 没吃饭吗 我夺下皇帝手中的美工刀 朝着身后画了一个大圈 温热的血溅了四周 成衫愣了一下 朝下看去 大腿处的牛仔裤 被划开一大截 皮肉翻了出来 鼓鼓往外冒着血 离她的命根子 仅仅一厘米之遥 失手了 就差一点而已 都怪我太兴奋了 麻子脸早已瞎傻了 丢下刀 朝厕所外面跑去 可厕所被他们上了锁呀 她半天都打不开 我不急不缓 拾起墙脚的拖把 朝着她的膝盖砸去 重机之下 她的膝盖向后反向折弯 就像一只拼错了关节的 BJD布偶 麻子脸疯狂嚎着 比那三个嚎得还大声 我伸出十指 抵在嘴唇上做了个 虚的手势 太吵了 得拿什么堵住你的嘴 说完我抡起拖把 发现旁边的蹲坑 居然有人拉完没有冲走 就地取材吧 感谢老铁送上的答辩 拖把捅进厕所 反复搅拌 一下甩在麻子脸的脸上 哭声戛然而止 麻子脸慌了 用手使劲扒了 但拖把布又腻又愁 她差点窒息 好不容易挣脱 她趴在地上 疯狂地用手扣鼻孔里的小零食 捂住胸口不停搂吐 看着自己的杰作 我很满意 温雅的脸明显肿了一大圈 还不忘威胁我 堂堂 你等着 我要你坐牢 我歪着头 你们最喜欢在厕所欺负我 不就是因为这里没有监控吗 你拿什么让我坐牢 我扯起她的衣领 又是一巴掌 打得温雅 满脸都是眼泪 又遮又疼 有本事 你们就搞死我 想告我 我一句都不会承认的 好呗 当初你们怎么逍遥法外的 我也一样 我缓缓起身 身后只有温雅的一句 你等着 我才不跟他们耗着 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我是在学校操场 堵住宋岳的 作为这件事里出现的关键人物 我不相信一切与她无关 见我满身的血 她色缩着脑袋 一副窝囊像 堂堂对不起 是我懦弱 我不该不为你出头 你打我出出气吧 我妹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问 她猛然抬头看向我 你不是堂堂 在宋岳这里 我大致了解了事情始末 宋岳家境贫穷 只有好好读书 这条路可走 偏偏那张优越的外表 被温雅盯上了 长期的骚扰 让她苦不堪言 而温雅和姐姐的仇 就从温雅看见宋岳 给姐姐讲题开始 据宋岳所说 她想过要为姐姐伸张正义 却因为一个人 彻底放弃了念头 她目睹姐姐进了办公室 身泪踢下地 向班主任控诉 温雅在她的水杯里 到厕所水 撕她的作业本 还在她的头发上 黏口香糖 班主任贴了眼 我看看 姐姐刚将头伸过去 班主任抡起新华字典 就砸在姐姐的头上 姐姐顿时倒在地上起不来 班主任还不解气 高跟鞋碾在姐姐脸上 你简直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 一天天的闲不住 竟给老娘找麻烦 你什么身份 温雅什么身份 她怎么不欺负别人 就欺负你 还不是你贱 最后她还不忘威胁姐姐 敢跟你爸妈说 明天就让你退学 宋一瑞因此打消了念头 我送作业的时候看到了 温雅给班主任送了奢侈品 不仅如此 班主任还经常带着班里的人 嘲笑堂堂是傻子 还真是好老师啊 做老师不需要经过考核的吗 那就让我来考核考核吧 我估摸着班主任快包扎完了 托人以温雅的名义 将她叫到了学校杂物间 她本以为温雅 我要报警了 我从黑暗中缓缓走出来 手中抱着一叠卷子 听说老师脑子很聪明啊 让我见识一下 一张卷子给你半个小时 考满分了就让你走 见来人是我 她怒意更胜 堂堂 你不仅傻 还是个疯子 快放开我 不然你等着 我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 卷子下的老虎钳子 直接砸在她的嘴上 要是道理讲不清的话 老夫也是略懂拳脚的 她完全没反应过来 满嘴是血 痛得直哼紧 我按着她的额头 手指用力 一颗松动的牙齿 便连着肉丝被我拽了下来 琳牙利齿 我要全拔了做手链 她这才慌了 慌忙求饶 说话漏风 我做 我愿意做 我只给她的手松了绑 给了她一张卷子 一根鼻 窗台缝露出的光斑 罩在她满头的汗珠上 她一边痛得哼急 一边做题 然而刚开考五分钟 她就选错了一道选择题 真笨啊 这也能做错 我捂住她的嘴 手中的刀自上而下 贯穿她的脚背 旋转半圈 感受刀身和骨头刮擦的搁吱声 啊啊啊 无野生和挣扎 都在我的手心上颤抖 我松开手 又掏出来一张诗卷 继续做 还有25分钟 她慌忙接过去 只想尽快逃离 然而还没开血 一滴血顺着她的嘴角 滴在卷子上 模糊了试题 她使劲用袖口擦拭 一不小心擦破了 抬头惊恐地看向我 眼见我的嘴角 扬起一抹不自然的笑容 不及格的老师 就该死 剩下的时间 我没有去上学 而是在医院和妈妈 轮流照顾姐姐 没想到他们堵不到我 便变本加厉地 在网上传播姐姐的谣言 他们放出了部分姐姐 被霸凌时录下的视频 学校厕所里 他们将姐姐的头 按在学校马桶里 开玩笑地数着姐姐能坚持几秒 爱跳舞的姐姐 被他们强迫着脱光衣服 站在满是玻璃渣的地板上跳舞 因为跳得慢了 就被人推倒 整个地跌倒在玻璃渣上 成山当着众人的面 居高临下地在姐姐头上撒尿 语气嚣张 免费汤玉 欢迎光临 与此同时 姐姐的手机又收到了温雅的信息 堂堂 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啊 我想通了 以前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想跟你道个歉 再谈谈对你的赔偿 我们过几天会在我家里当个派对 你也来吧 什么派对 猎物的狂欢派对吗 我将信息截图给了宋岳 问他 我该去吗 宋岳十分关切地给我打来了电话 可能有诈 我陪你一起 保护你 那就静静等待好戏登场吧 开门时 温雅脸上缠着绷带 也不妄想 感谢赏脸 我以前只在温雅家别墅外围打转 从未进来过 三层半的欧式别墅 院子还有游泳池 温雅一众人热情拥着我和宋岳进入里屋 只是进门时 偏眼看见角落水桶里 几条粗大的黄扇互相缠绕着 温雅几人举起酒杯 诚意满满 今日这杯酒喝下 从前恩怨一笔勾销 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说完他将一杯酒缓缓推到我的面前 我未加思索 与他们一同饮下 与此同时 威亚脸上得意的笑容早已抑制不住 他掏出手机 对着屏幕仔细整理发型 随后打起了招呼 带哥呢 直播预告哈 等会大家发散思维 用什么样的方式整死他 哈哈哈哈 他看向我的时候 我正好将嘴里的酒全都吐了出来 他猛逼了 紧接着 那四个人纷纷察觉不对 捂着头站不住脚 我冷笑 我在你们酒里放的药 坑蒙多了 这点小伎俩 都是我完剩下的 一群人摇摇晃晃 倒地四仰八叉 来之前 还说要保护我的颂月 吓傻在沙发上 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大姐头就是大姐头 厉害 我在温家别墅里找到了 他们直播时的地下室 从他们身上翻出手机后 删除了一切姐姐相关视频 最后打开了温雅的直播账号 你就是用这个直播的吗 真好玩 那就让同一拨人决定 怎么弄死你们吧 刚刚苏醒的温雅 发现自己身处地下室 满脸惊恐 有了温雅的直播预告 很快就上人了 弹幕飞起 今天玩什么游戏啊 我淡淡回答 今天让我们一起制裁霸凌者 角色扮演吗 真有意思 今天换了个花样 我喜欢 等了这么久 终于开直播了 咔咔就是干 温雅在镜头后面大喊 大哥们 是我呀 快报警救我 然而他算盘打错了 屏幕后面的那些人 你觉得怎么惩治这些坏人呢 原本色索的宋岳 这时候跃跃于识 一高尔夫球棍 给他们开瓢 说着手上 还假模假样 比划着动作 昏暗中 他的眼神中 闪烁着难以察觉的癫狂 我拿起球棍颠了颠 一棍子闷在宋岳的后脑勺上 宋岳直直倒在地上 头破血流 半天起不来 他趴在地上 声音艰难 干 你能不能看准了再打 误伤我了 误伤 打的就是你 我捡起篮筐里的高尔夫球 狠狠地朝着宋岳的头砸去 他避无可避 不一会 额头砸起了好几处红包 高尔夫球的滋味怎么样啊 宋岳原本还抱头嚎叫 此刻却身子一正 眼底飘过疾磨心虚 依旧装傻 你在说什么 你真当我一个寒假 到处跑着玩呢 骗到了我姐姐 还想骗我 在操场和宋岳谈话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注意他的微表情 摸鼻子 耸肩 摸脖子 十句话里 没一句是真话 果不其然 在他回复别人信息时 我撇到了他的头像 我再熟悉不过 和直播中 怂恿用高尔夫球 折磨我姐的人头像一模一样 寒假时我就怀疑到宋岳这人 他就是个变态 因为时常虐杀小区里的猫狗 宋岳被物业 找上门好几次 他和温雅的关系 也并非如他所说 被温雅压制的死死的 相反的 是他一直耍地温雅团团转 先是故意让温雅看到 姐姐和他走得很近 一边引导温雅 霸凌姐姐 一边又拖着姐姐 不让他报警 他甚至还暗示温雅 暗网上可以做很多 自己好玩的东西 他在完美隐身 躲在屏幕后面 欣赏着霸凌的全过程 满足自己的变态欲 所以我故意向他暴露了身份 这一次 他想亲手参与这场霸凌盛宴 因此温雅一群人 并未直接找我麻烦 而是盘算着 把我骗到地下室 顾忌重施 而这一切正是我的目的 将霸凌者一网打尽 那些躲在屏幕后面的人 全都是霸凌的参与者 我低头敲着手机键盘 追踪到刷礼物 那些人的地址了吗 那边很快回复 破解 IP有难度 拖住他们 我尽快 这人是我在狱中认识的 被称为天才黑客 曾在特殊的日子 黑进了岛国官网 那天官网上满屏的 甘铃娘 她也因此进来做客了一段时间 听说了姐姐的遭遇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帮我揪出屏幕后 那一双双罪恶的手 曾经用直播的方式 侮辱姐姐的霸凌者们 如今却要面临着 同一批人在屏幕后指挥 如何折磨他们 只有他们才懂 那群人到底有多变态 所以才更痛苦啊 我对着屏幕发问 先玩什么 弹幕立马开始沸腾 上次不是说好重人经典吗 就是啊 我刷礼物 大家跟上 想起了水桶里那几只黄扇 这群人还真是贴心 会给自己准备道具 放下水桶里 我缓缓下蹲 单手捏起宋月的下巴 你真该死啊 她起身想反抗 我手中的电棍 早就等候已久了 一阵惨叫之后 宋月轰然倒地 身后还有一只扇尾 原本嚣张的温雅 根本不敢睁眼去看 我调整好定书记的角度 几下便将她的上眼皮 定在了眉毛上 她越是挣扎 定书钉便将她的眼皮 扯得越烂 惨叫连连 我要你七眼目睹 自己被霸凌的全过程 这辈子阴影挥之不去 我的目光 又在弹幕里挑了起来 明朝东场 发明了一种刑罚 叫雨娇梅花 把沾尸的纸蒙在脸上 堵住口鼻 使之窒息 把他们的手 放冰箱冻得像冰块 然后拿锤子敲碎 我有些为难 碎冰冰听起来更好玩 谁先玩呢 那些曾经霸道无比的女孩们 全都锁起了头 生怕我找上他们任何一个 不如玩的游戏吧 你们三个轮流 说出自己知道的秘密 谁说的更劲爆 谁就轻一点 温雅神情莫名就慌张起来 瞪着眼睛 威胁那两个女孩 都给劳兹住嘴 这可是直播 别什么屁都放 可生死攸关 他们只管自保 黄丽率先开口 肥瘦的嘴唇 激动间 口水直喷 承山是鸡老 之前喝醉了 还被有病的流浪汉睡了 找我哭诉 我嫌她脏 承山被捆成麻花 气得眉毛直抖 却不敢吭声 反倒是温雅破坊了 承山干你娘 你敢害劳资 麻子脸连忙也跟着爆料 语出惊人 温雅之前杀过人 之前她在PTV霸凌的那个女孩 跳楼 其实是她退下楼的 温雅不住挣扎 几乎要将麻子脸吃了 胡说 等我出去 我弄死你们 意外之喜 看来要替一位姐妹沉渊的血了 轮到温雅的时候 她支支吾吾 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 我 人本以大姐大自居的她 线下才发觉 好像每个人都掌握着 不可告人的秘密 唯独自己 才是那个一无所知的傻子 她彻底崩溃 被我拖向冰箱的时候 只有痛苦地哭好 我力索地将她的手 塞进冷冻层 警告她 胆敢拿出来 就直接抱头 接下来 就是审判那些霸凌者的爪牙 我一脚 将黄丽的椅子踢倒 她倒在地上 不停拱动 像过年待宰的年珠 将她扶正后 仰面对着天花板 卫生纸打湿 一张张地蒙在脸上 没几张之后 她就开始剧烈挣扎 这时弹幕有人提议 那个满脸麻子的头发 挺好看的 不如全拔了 我仰头看向头顶的电风扇 三下五除二 将她的头发绑在了扇叶上 风力直接开到最大 风扇缓缓开始旋转 直到她的头发越缠越紧 整个人都飞了起来 最后一半头发被拽掉 人歪掉 然后彻底甩飞在地 麻子脸头上 只剩几根毛 搭了在脑袋上 黄红的血水 顺着头皮往下流 毛囊受损 就算再长出来 这辈子也只能做球千刃了 这就是他们霸凌的勋章 弹幕突然有人刷到了大飞机 把卷发棒开到最高温 让那个男的去舔 原本看戏的成山梅成想 轮到自己时 却是如此残忍 他连舌头都不愿一伸 我只好搬出了电锯 在被对半劈开 和舌头烧烤之间 他选择乖乖伸出舌头 舌尖接触卷发棒的一瞬间 撕拉一声 瞬间蜷缩焦黄 与此同时 被动手的温雅 抬头望向天花板 整个人精神崩溃 我抡起小锤 轻轻一下 嘎嘣一声 手指就尽数裂胎 一连十个 我一个都没放过 大概还能再缝在一起吧 只不过要受的罪 不比姐姐少一点 弹幕直呼爽呆了 回头看见宋月师徒 悄悄往地下室门口爬 我抬脚拦住了他的去路 学习好 不用在正途上 那你以后还是不要读书了 红酒杯刻在地板上碎了一地 我捏起碎片 直接朝着他的眼睛戳去 做好善后 回到医院时 姐姐的病房前围满了人 那些在姐姐受伤时 全都玩消失的家长们 此刻奇迹般全都出现了 还带着警察 你们真会玩 还离猫换太子 纵容女儿伤害我的孩子 我都查了 你女儿就是个劳改犯 我要让她一辈子在牢里出过来 面对这些泼妇 妈妈势单力薄 声音都在颤抖 你们孩子把我女儿打成这样 现在都没苏醒 怎么说出口的 几个人插着腰胸炉叶叉 你女儿被打那是你女儿贱 关我孩子什么事 还能是我孩子 欺负你们不成 我儿子他还只是个孩子呢 你女儿居然下那么狠的手 万人轻贱的玩意儿 他就应该枪毙 你赶紧给我跪下来 给我女儿磕头认错 我女儿吃了屎 你得赔她两百万精神损失费 我当然不承认 这下连警官都一个头两个大 现在你们两边都说对方霸凌 结果两边都不承认 这怎么说 我给出了解决方案 你们若是承认 他们霸凌我姐姐 我愿意接受法律制裁 温雅妈妈面上狐疑 真的 真的 好 今天哪怕倾家荡产 我也必须让你牢底做穿 她能这样说我不意外 她只是觉得姐姐的事 和当初那个跳楼女孩一样好呀 更何况姐姐还活着 她迫切地希望我能付出代价 在全身而退 只是她不知道 她闺女杀人的事 早就被抖落了出来 退路亲手被自己堵死 随着温雅父母的交代 其他几个家庭 哪怕狡辩也无解 最后纷纷认罪 我接受警察调查的同时 那些霸凌者们 也各自承担法律责任 和赔偿义务 可我不是坐以待毙 而是早有准备 回医院之前 我就已经知道 我可能凶多吉少 于是我找到了 曾经为我打过官司的 好心律师张伟 将搜集到的所有证据 交给了她 没多久 温雅霸凌同学 并将人推下楼谋害致死 结果她父母明知女儿 犯了杀人罪 还是选择花钱隐瞒的事 传遍了全网 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 再也扑不灭了 温家公司大受影响 万人指责 公司纷纷取消合作 没多久宣告破产 成了过街老鼠 我和温雅的官司 打了有半年之久 温家父母走投无路 于是把所有精力 用在要判我死刑上 法庭上张伟距离地争 首先温雅直播预告 要谋杀我的当事人 威胁到人身安全 我的当事人完全是正当防卫 最多也是防卫过当 其次 我的当事人 之前被检测出暴力基因 国际上有国家 对这种测出暴力基因的犯人 往往是要考虑减刑的 更符合人道主义 更何况 我的当事人 还是受暗网上那些人的挑唆 根本就无法正确判断防卫的尺度 若基因给罪犯上堂 那便是环境扣下了班机 希望能给特殊人群多一些关爱 何况我的当事人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 为了保护自己 而开庭前 张伟已经给其他几位家长 做了思想工作 若把我告进去 我爸妈必定不会出谅解书 到时候他们孩子也得坐牢 最后他们纷纷倒戈 出去了谅解书 法庭上 法官当庭宣布 我无罪释放 温雅爸爸接受不了 双腿一抽 中风送去了医院 而这时医院也传来了好消息 姐姐苏醒了 走出法庭那刻 连空气都那么清新 经过精心的治疗和康复 姐姐的身体恢复得比喻期的好 她拉着我的手 怎么摸也摸不够 接姐姐出院后 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也终于落地 我深吸一口气 看下手机里 那些曾经打赏 间接虐杀他人的凶手名单和地址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现在该你们了 全文完